已居了十万年的鸿蒙无敌老祖 随便身边养的一个蟹蟹 便灭掉一个宗门 就在刚刚 无敌老祖掏出大日阳神体 洛青城整个人都张大了嘴 老祖 我真的要什么战体都可以 不要再浪费这么多战体了 既然如此 我关你是火属性 拥有这大日阳神体 做个火焰女帝也不错 可是老祖 我才能神经扒皮 没等我吸收 恐怕就会被大日神火烧死 有我在 无知 随后唐颖带着洛青城 来到一处修炼秘境 一股无形的能量将洛青城笼罩 随即大日阳神体 瞬间融入了洛青城的体内 不要反抗 第一次都很疼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洛青城便成功融合了大日阳神体 洛青城多谢老祖神体真 起来吧 我的后人自然没有被他人欺负的道理 你若真想感谢我 就将望仙中重振雄风吧 弟子绝不辱命 宗门情况危急 弟子改日带领全宗来拜谢老祖 此事不着急 好不容易来一个后辈 老祖带你尝尝圣寿麒麟的肉 呵呵能起死回生的御拳神尿 再吃吃传说中的上古凶兽五彩昆 什么鬼 圣寿麒麟的肉 能起死回生的御拳神尿 卧槽 还有传说中的上古凶兽五彩昆 这随便一样拿出去 不如引发宗门大战了 通过老虎各种宝物的吸收 一天的时间 洛青城直接从灵神境飙升到了仰宁静 后人洛青城晋级仰宁静 奖励宿主亿万年功力 仰宁静加上大日羊神体 我现在完全可以被抗化神境的高手了 总算有点我后人的样子 中门被神剑宗为公之时 我现在不便出手 大黄 你跟他去一掏望仙宗 误好我的后人 否则狗腿都被你打断 老大你就放心交给本王 保证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 望仙宗残留的几百名弟子正躲在大阵中 而神剑宗已经完全将这里包围 大师兄这个二五载 居然真的把护法大阵打开了 各位师弟师妹们还在挣扎吗 误实物者为俊杰 现在投降还能留一条小命 我望仙宗宁可战死一步头地 既然如此 那就灭了望仙宗全宗 好多弱小的蝼蚁 十万年前神剑宗 不过是望仙宗的副宗门 不仅竟敢祈祷主子头战 本王最讨厌二五载 全部给我跪下畅征服 宗主 您这是把老祖请回来了吗 是不是 老祖居然是条狗 我已经找到老祖了 但老祖不愿出山 说让我们生死拼帖游命 不过 我已经得到红帮老祖的传承 必是我望仙宗反攻之际 神剑宗的覆灭之时 而此时的神剑宗一处秘境内 神剑宗宗主剑无名 混身散发着魔器 没想到这神剑宗二长老 居然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想不到老天如此的眷顾我 既追毁了诗魂珠 还给我送神兽和一具神体 你们两个去把神兽麒麟 和神体给我带回来 大人放心 我这就去将那头灭出的尸体 给您弄回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